跟着消防人员脚步穿过教室 开门来到后走廊 一路眼帘的除了儿童玩具 还算常见的洗手台外 竟然还有完整的厕所 不但设施以应俱全 还完全没有装潢遮蔽 除了有春光外泄一律 味道恐怕也不太好 幼童他在整个的如色环境当中 因为离教室很近 所以加上空气不对流 然后地板潮湿容易引来蚊虫 为什么不在当初的时候 针对整个的如色环境 能够一次的协助学校 提供给幼童一个友善的环境 一言之一 当初幼儿园在提报相关计划的时候 为什么没人阻挡 而是在多年后翻新设备 才发现有这个不合常理的设施 桃圆大西这间国小附设幼稚园 校方解释是考量幼儿年纪小 厕所不能离太远 加上经费有限 才设置在既有后走廊 建筑师的审订之下 在后走廊设立了检疫型的厕所 那现在因为通风排水的设备 有需要改善的空间 希望能够争取经费来进行改善 教育局已经在上礼拜五 5月24号请需要提报设计设备改善申请计划 教育局除了要求校方改善 也与诺会给予补助 让厕所走廊的奇景消失 还给幼童一个有隐私的入厕空间 明信文贵古兵团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